來關心天氣了 其實現在在北台灣 你看上山區這邊 已經有些地方 開始下雨來 主要今天 午後雷震雨 有些地方會滿劇烈的 因為我們台灣 就處於一個低壓帶裡頭 像雨區是在你來看 包含像是在山區 還有平地地區 甚至中部以北 可能有些地方 預估今天的午後雷震雨 會下的滿明顯的 記得外出帶傘 也注意安全 這樣的狀況 明天還是會出現 因為今天明天 我們台灣都處在一個 比較不穩定的天氣環境之下 所以下午的行程 可能會比較有變數 那在沒有下雨的時候 還是要注意高溫 像台北市 今天依舊出現了 像35度的高溫 花蓮 台東也是一樣 西半部地區 也是都有30多度高溫 戶外工作者 記得多補充水分 收集中火層 快樂 增加